歡迎收看東西走的橋,我是維恩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騎單車玩南九州 我們現在在宮崎縣的青島站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青島位在日本九州地方的宮崎縣 今天的行程會沿著宮崎縣漂亮的海岸進行 所以沿途都能欣賞療癒的海景 那我們就出發吧 本次行程中的腳踏車騎乘比較偏向示範體驗 只有一小部分是騎腳踏車 原則上還是以開車為主 但整個九州有不少腳踏車遊覽的路線 不管是初心者或者是腳踏車旅遊的愛好者 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遊玩路線 我們現在騎在那個青島站附近 有一個海岸邊的算步道自行車的道路等等的地方 騎腳還蠻舒服的 大概五分鐘就來到彌生橋 過橋後就到青島神社了 鳥居處就是青島神社 旁邊則是這裡的特色地形鬼之洗衣板 在青島周圍環繞了八公里長的波狀岩 從海中隆起的水塵岩長時間受到海浪的侵蝕 沙岩層層對疊成幾板的形狀而得名 青島神社 青島神社位在海上的小島 以護佑良緣著稱可以說是戀愛神社 青島神社 我在這裡發現了超特別的餃子 玉神籤 抽的方式也很特別 是用筷子去夾 這裡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神社內有雅熱帶植物的聚落 跟印象中的日本神社很不一樣 在園宮還有貝殼以及桃盤 可以丟到一旁當作許願 好我們青島神社的那個遊覽結束了 我們接下來要踩上我們的單車 先往下一個景點啦 來自從洋宅城 因為我們這次的行程啊 基本上他就是沿著海岸邊 就是九州的海岸邊 宮崎的海岸邊這樣子 騎自行車然後還有開車 所以呢沿路都可以一直看到 很棒的海岸的風景 你們在這個海岸邊啊 一樣可以看到剛剛那個鬼之洗衣板的地形 用這個筷子來炒一些 我們早上稍微是沒有騎很久 但是騎了一下單車嘛 所以呢 已經肚子有點餓了 我們中午要來吃宮崎 源自宮崎這邊的料理 就叫做南蛮雞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炸雞 然後再加上這個塔塔醬 蠻喜歡它那個塔塔醬的調味 可是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然後還有那個酸酸的美乃滋的味道 還不錯 好 再來吃一口它的這個炸蝦 皮炸的也蠻脆的 好 不錯 好 我們剛剛大概坐了20分鐘不到的車 然後現在來到一個叫做三美西的園區 它這個園區還蠻大的 然後一樣也是在海邊 然後最 這邊最知名的呢 就是有一個那個磨礙巷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帶大家下去拍照 好 那我們剛剛呢 是在那個上面 吃完午餐之後 走路下來 然後接下來會帶大家一路 往下面逛 逛到那個 有著磨礙巷的海岸邊 我們大概走了5分鐘 邊拍照然後邊走路 然後現在已經來到有那個磨礙巷的平台囉 由於日本的私人與國家單位 在1990年協助修復 因為智利大地震 而損毀的15座 復活捷島磨礙石像 雙方在建立了良好關係後 因緣際會之下 便有了這7座 全球唯一授選復刻的磨礙石像 好 現在來到這個磨礙巷的旁邊了 其實實體看的話真的是還蠻大的 超酷的 這個磨礙巷每一個都有代表不同的象徵 有念書的啦 然後財運 結婚 地球和平 戀愛運 健康等等 我們的下一站 來到了蹄戶神宮 這邊跟剛剛的青島神社一樣 都是這個地區 蠻具特色的兩個神社 蹄戶神宮這邊的特色 是它是日本唯一一個 建於懸崖洞窟的神宮 我們等一下走進去看看 這個神社的範圍內 其實也有一些其他的建築 包含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一堆鳥居就知道 然後呢這個是稻河神社 我覺得今天宮崎啊 這個海岸路線觀光很棒的地方 就是不管到了什麼景點 像剛剛的那個 山梅西 或者是現在這個神宮 然後還有包含早上的青島神社 都是在海邊 所以風景都很好 就會一直可以看得到海 超棒的 然後蹄戶神宮這邊的 算是吉祥物 是兔子 超可愛的 然後可以看到 兔子旁邊就是有人放了一些 類似許願的錢 好 我們到了 這裡就是 剛剛講的 斷崖地形嗎 好斷崖 然後這邊有個洞窟 好我們剛剛換了那個孕育 然後男生左手女生右手 把這個丟到那個池子裡面啊 就好運啦 我要來丟這個孕育 中文翻譯叫開運動 有五個機會男生要用左手 好 一二三 哇 哇 好太大力了 我們再來 失敗 沒關係我們心意有到就好 好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 蹄戶神宮的本店 好可以看到一進來呢 所以超酷的 它真的是整個神宮本身呢 然後就蓋在洞穴的裡頭 應該是我日本旅遊這麼久 第一次看到的 這個地方就是 求那種孕婦啊 或是小朋友平安的地方 包含剛剛看到的那個 玉乳鹽也是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半小時 然後呢現在到了 臥肥城的附近 然後現在呢在等剛剛那個 OB10就是一個 炸的魚肉餅 正在炸 好我們來試吃一下這個 名產 OB10 好 它就是那種有點像炸的 魚肉餅吧 它裡面香香軟軟的 然後 魚肉的鮮味還蠻鮮明的 還不錯 臥肥城的附近啊 有蠻多小商店的 然後他們有推這種 你可以算是買來邊走邊吃的商品 然後這邊有一些介紹 跟 Coupon 然後下面這個是在這邊 散步的地圖 我們剛剛吃完那個 OB10 現在要在 臥肥城這邊 騎車繞一圈啦 我來 肥城這邊 我们刚刚快速的骑脚踏车 要了卧肥城一圈 然后现在回到门口了 准备来正式的稍微逛一下卧肥城 那因为卧肥城这边它是城基 所以呢就没有什么比如说天守之类的可以逛 但是呢它这边依然有保留了一些之前的城墙啊石园 然后还有这边有卧肥山 就是很多笔直的山树可以看看 好 这边还有一个幸福的山树 就是呢在这四颗一二三四 对角线的正中间 好那也是站在这边许愿的话 就可以获得幸福的感觉 它人蛮好的 这边有放一个石头让你对着 好 我觉得我已经幸福了 我们大概开了三十分钟左右 然后现在来到今天的下榻的饭店check-in当中啰 那我们来吃晚餐啦 今天饭店的晚餐是buffet 然后那个我觉得亮点是有超大一盘的那个生鱼片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猪肉的chubchub 是放一锅在那边让你自己算 然后它的东西种类也还蛮多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